解答一下Cmall 卡卡上文 就看到牌牌很厉害 其实北水都经常买 股价又升了上来 他说可不可以买 他说支持阻力位在哪里呢 其实近期整体就很厉害 你从11月中开始 可能$33-$4 上到近期最高$53.50 其实就升了差不多$20 这未够一个月的时间 很急很厉害 当然升上来的主因 因为前几个月大家对它看法是很悲观的 因为当时曾经担心 内地对电子烟的政策 有些监管和规管 对它的盈利会有影响 股价就不断被行刺 所以股价就跌得很惨 但是近期开始 11月中的转弹上来的主因就是 内地看到在电子烟相关的政策上看 现在已经在行国标因素 又说是审批减 又在操意 但是出来的看法 就没有之前这么悲观 未至于去到这么一刀切的情况 所以反而大家觉得 会对这些斯摩尔 相关电子烟 都叫做龙头的企业 其实反而受惠 反而反而那一开始 你看到那些行业 又将它的股值慢慢上调 所以股价才斜回上来 但是始终我想短期升得这么急 去到这些位置 如果真的要考虑 你要小心一点 因为你有机会预计 像过去这一星期里面 其实它挺大上大落的 是 头段11月中后就升得漂亮 每天都升得这么小 但是去到这个星期 其实好像今天 你大跌7% 昨天又大升 前几天又大跌 可能单日的变幅会很大 所以这些位置要小心一点 还有去到这些位置 50元左右 其实刚刚是250天线 这些平均线一定会扭扭扭扭 这些这么长的平均线 未必一下子这么容易升穿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升不到50元 升不到250天线 反而你收回近期 早两天的低位 大概42、3元左右 才入场会好一点 比如42、3元入场 就算你不是博太高的水位 起码博它弹回多次 调二百天线50元边 那么值得性也大一点 反而如果42、3元入场 反而下面就以挨近40元 做一个止捷 我觉得这样做上落部署会好一点 是